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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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楼会产生什么副作用,你知道吗? 它会变大屋,它会变小屋了,你知道吗? 它会相形见着,所以呢,这个一座神圣的殿堂 如果外面起一个大楼,它就被矮化了 这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 好,这是在建坛市以后来 其实现在也拍不到一个完整的天际线 因为那边被遮住了 所以你只能从我的右左边45度角拍到它的 比较漂亮的天际线 好,这是今天来看这个建筑,我们有点相见恨恨 天际线被破坏的现场 那开宗明先讲这个,这个建筑的开间数 我们说一间房子的间 一间房子的间 是两柱一间 两根柱子 两根柱子一间 我现在写的笔记 我会两次十分钟休息 会放在地上给大家拍 你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两柱成为一间 或者叫一开间 像旁边那个是两根柱子,有没有看到 那是边间,有没有看到 那算一间 那这边一个边间,对不对 两间的 那中间呢 中间是两柱一间 中间是三间 旁边是一间半 各位这样懂意思吗 好,再讲一遍 两根柱子成为一间 那中间呢 是四根柱子 四柱三间 两柱一间 四柱三间 六柱请问几间 五间 对 中正纪念堂那个大宗自证人 就是六柱五间 看起来有气派 这东西是吗 这是开间数 那这人开间数 一、二、中间三 就是五 然后左右 偏殿就是 几间呢 七、五 七间 七间 好,你这个一间半 剩成一间 一间半剩成一间 好 七开间 这叫七开间 七开间的 面宽 面宽几开间 哦 那个 板桥三落 十一开间 雾峰公保地 是十三开间 什么意思呢 越有钱 官做得越大的 开间数越大 等于什么 然后 普丁高庙 一般的普丁高庙 都是很小的 那是三开间的 好 一开间也就是三开间 孤单的三 哦 三开间 就是这个开间 表现出它的身份地位的高低 表现出这个建筑的宏伟跟气派 你看这个觉得很有气派 因为它拜的也是一个位阶很高的主神 神明有分位阶高低的 土地公的位阶最低 像里长一样的 最高阶的是玉皇大帝 这等于什么 玉皇大帝位阶最高 好 所以开间数 玉皇大帝一定要是五开间 七开间 九开间 十一开间 十三开间 不对 好 我现在看到是一个七开间的 好 讲起来比较气派一点的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它这种形式 是一种 一种 将就的形式 什么意思 一个正式的庙 给神明做的庙 应该是两殿式的 就是前殿跟后殿 是一个适合院的 是比较正式的 那它这个没有前殿 那直接就看到它正殿了 神明住的地方就叫正殿 正殿 好 所以它是这个将就 为什么 因为它原来是三殿式的 三殿是什么意思 前中后 像龙山式 有概念吗 前殿 中殿 那个后殿 那这保安宫 有印象吗 前殿 中殿 后殿 它是三殿式的 那因为它在的位置 在原来的建坛的位置 它叫建坛古是吗 在盖的时候它原来在建坛 可是建坛这个地名是双包岸 你不要原来是建坛捷运在那边 那边不是 建坛这个古地名 是在今天的中殿祠 中殿祠那边叫做建坛 后来混淆了 可以说那边是中殿祠 就像圆山也混淆了 圆山不是在圆山大方的那个山 圆山大方的那个山叫建坛山 你知道吗 中殿祠后面那个山就叫建坛山 圆山大方的那个山就叫建坛山 圆山是哪里的 圆山就是圆山都圆那个山 还是圆山 圆山大方的那个山不叫圆山 建坛捷运任的建坛不叫建坛 这样的意思吗 OK 那它为什么会搬迁呢 因为日本要盖一个户国神社 建坛有两个神社 一个叫台湾神社 圆山大方的那里的 位阶很高的 后来呢 昭和十二年 又再盖一个神社 叫户国神社 就是保护日本国 那个为国家死难的 那些人叫户国神社 保护国家户国神社 那建坛市被作为 要使用的空间 所以建坛市呢 山殿市的建坛市啊 不得已就被迫搬迁 一个拆迁户 拆迁户原来在搬到 大家国小那个位置 现在的大家国小位置 后来第二次搬迁才搬迁到这边来 这第二次搬迁 在1940年 搬到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前面是基隆河 基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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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岸路 是沿着基隆河提防 这条基隆河 基隆河 基隆河是有的 弯来弯去的 所以叫结弯 取直 但是有一段 2.6公里要取直的 所以说大直 特直 这个地名叫大直 它迁移到大直来的 什么时候呢 1940年 迁移到大直 这个先找证据 先找证据来 先找关键字大直 有没有看到大直两个字 有 在哪里 在那边 有没有看到 大直是遗族 有没有看到 遗族大直 哪一点呢 庚城有没有看到 庚城也是1940年 它移植到大直 它的原生家庭 是在今天的忠烈寺 今天的忠烈寺 那个地方叫做建坛 1940年 移植到这边来的 OK 好 再回去 好 再回去 好 再回去 好 解缘了 解缘了 要拍照 各位 你拍不完的 但是不要难过 因为台乡来了以外 没有台中来的 其他台北的乡乡 你拿去解缘柔柔卡 谁是都进来 这懂得意思吗 你解缘得那么近 对不对 你解缘得那么近的 可以拍照 可以拍照 我来说 大家知识量 请静音 手机静音 请检查一下 手机静音 好 把这个 他的历史 大概讲了一下 他的 原来不是盖在大直的 这边叫大直 原来盖在建坛的 既然叫古是有多古老呢 一般的说法 很多版本 说康熙 或是明朝末年 崇祯年间 都有的 一般的说法 他是在乾隆38年 1773年 盖的 这个版本 我比较可以接受 因为乾隆年间 台北还是一个 墾大方的年代 刚刚来开墾 来开墾的人 基本上 人数不多 资金不够 不可能 有这个条件 盖一个庙 大概是 就是 流、公、筑 开招完成之后 台北 才慢慢开始 有钱了 小康时代 开始出现了 乾隆之后 嘉庆道光 然后慢慢 台湾前 烟、角、木耳 所以那里面有嘉庆 有道光的 给各位一个概念 就是 罗马 不是一天造成的 那么讲究 这那么气派的 他有经过全隆 嘉庆 道光 到大圣 到昭和 到民国 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年代 到现场 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年代 他留下来不同的 时期的不同的 手工艺 前面先清场 那我们先从 它的中间 淡黄区 开始介绍 中间是 淡黄区的概念 所以最好的柱子 在中间 这一对柱子 有没有看到这一对柱子 柱子有分很多种 一般的是 阳春的就是柱子 像那红砖的柱子 有没有 就是阳春的 那比较 呃 讲究的柱子 是对联柱 有没有看到 对联 好 这些对联 对我们来 对我们看古籍的人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 第一手 资料 第一手讲义 因为上面有交代年代 交代这个主神的神格 大概对于那些歌功颂德 讲这个神明 还有多么灵通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对联 或者严格碑 经常我们到庙里面去找 第一手的讲义资料 好 那由龙柱出现代表 是一个很有权的一个年代 好 这个龙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龙柱 为什么 这个龙柱有几个龙头 各位看得出来吗 好 两个龙头啊 下面一个上面一个 它是一柱双龙的 双龙抱柱 这是在这个日治以后 才开始出现的比较多一点 一般的说法 台湾第一队双龙抱柱 是在丹州处 是大稻臣 有个臣德心堂 那是台湾第一阵出现的 丹州族 这个年代相去不远 这个年代是在1914年完成的 1913、1914年完成的 可是那个时代 他跟丹州族 之后没有 丹州族 也在这个时候来完成的 同一个时期 那这龙柱的比例来讲 柱身的比例是比较瘦的 所以它那个腰身 也比较瘦 越晚期的 那个龙柱的身材 越风雨 这是比较 比较金瘦那种造型 瘦有力量 有风格 这是一个手工玉柱 它整个石头来打造出来的 现在还有没有石匠打龙柱呢 还有 有个石帝巴师傅 在观音山现场打龙柱 最后的龙柱在哪里 在综合广继宫 那一对龙柱就是石帝巴打的地方 石帝巴一身好的功夫 在打完那个广继宫之后 也没有订单 也没有按着接了 因为现在的石雕 他们做到大陆抢单 因为他们比较便宜 石帝巴强师 末代的打龙柱的将石 石帝巴 而且这些字啊 就是各位要延伸学习啊 就是Google 但你们也要关键字啊 有兴趣的话 去Google石帝巴 石帝巴 OK 最近还刚刚得奖 新北市政府 给那个类似新传奖 的桃玄给他 这些这样子都是 年轻的时候 开始学这些手工艺 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 点脑失业了 去不到案子啊 市场竞争的关系 但是各位晓得现在那个电动的 没有手打的温度 手工打的温度 手工打的纹理 好 这是浓度 等一下后来欣赏一下 另外呢 在浓度之外 前面还有一条龙 前面还有一条龙 各位看到吗 在这个香茹 前面的下方 你们看到一条龙 那也是一个石头做一个深浮雕 做出来的 比较立体的叫深浮雕 比较浅的叫浅浮雕 那龙的下面有一个很长的柜台角 各位看到吗 很长的柜台角 好 我们走近一点来看好了 代表什么 代表你我不能走这条路 为什么 因为你我皆凡人 就有神明 神明那个 神像有没有 我接着他们过火上去 他们分枪出去的庙 像北党淘天歌有没有 分枪出去的庙 他们过了一年要回来过火 有点像电池没电了 有点像电池没电了 回到主庙再来充电 等等电池没电吗 信者很信 有点神教 去的时候都无精打采 回来的时候 像这个电池有没有 被充满电了 这是神明走的路 叫做玉路 我讲是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石头 整块石头 手工打造出来的 这个年代可能是在1913年 因为1913年 我们有一次重修的 重修的时候 请了一位名家 叫做陈应斌 陈应斌来做的 陈应斌是一位大师 他做北港草天工的 他是大木匠师 大木匠师 那他是一个团队 他的团队还有打石的匠师 打石的 根据一般的说法 叫做李阔水 跨水 打石的像是 李阔水后来也跟他合作 去打那个 林州厨 来充的林州厨 那 我在林州厨 看到相同风格的石雕 我等一下指给各位看 李阔水 当然 他一个人 竟然是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 但是 重要的位置 还是李阔水要亲自抄刀 重要的 尤其像是淡黄区 淡黄区的中间 这里很可能是他的作品 另外我刚才讲一下 在台北市 尺寸最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柜台角 只是这个 有没有看到 这演讲到这里 一个柜台角 那么长的 这可能是原来前殿的左右 一个柜台角 前殿 还是前中后 现在看到的是他的后殿 然后在拼装的 懂意思吗 后殿 主要的材料 然后在拼装出来的 拼装出来的 原来的屋底是琉璃瓦 后来呢 才改回 这个 现在的这种 这种瓦 比较接近南方形式的 有改建 改建的 最近的改建 是2004年 那是改建 改建的时候 就请谁呢 请盖保安公那一批匠师 保安公 大龙洞保安公 因为这一场改建 2014年改建 是廖武智来负责 召集的 廖武智就是保安公的 现任的董事长 所以 这个 你看这个风格 跟那个大龙的保安公 很像 似曾相似的感觉 好 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龙都可以靠近一点了 对不对 基本上是一条龙 然后有海浪 有没有看到 然后有云 有云 有天 有地 然后这条龙 是一种 权力 手上有些权力的象征 权力的象征 就是哪一个 哪一个官义 哪一个笔 有没有看到 超身杀大权 哪个官义 哪个笔 应该是左右 两只手 各有这个权力的象征 奇怪 好像他的左手不见了 左手在哪里 那边有掉了是不是 对 这个区块 可能这个搬迁的时候 对 搬迁 所以不是百分之百的 完整 然后这里 这里 这里 这里可能就圈就 他的面宽的尺寸 这个面宽 最中间 中间比较跨 中间的尺寸 对 好 他就可能原来是 玉露会出现 一定在中殿才会出现 前中后 玉露是在中殿出现的 好 我们也出现 出现 OK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来看龙柱 好不好 龙柱一根柱子 有没有看到 来打造的 一根柱子也打造的 有几个龙头呢 一个龙头 两个龙头 对不对 是 双龙抱柱 很热闹 也有人说是 翻天覆地龙 OK 好 有这样子 说法 因为 每人有不同的说法 好 好 这个时候呢 那个 龙柱的柱身 离柱子 龙的身体离柱子 越来越远了 所以 这边镂空 越来越多了 你懂的意思吗 这边镂空 越来越多了 这边都悬空了 你知道吗 悬空了 就是一个立体雕的 这是浮雕 那是立体雕 立体雕叫圆雕 前后左右上下都雕 规格比较高档的 然后 早期的龙头 是阳春的 就是除了龙以外 就没有添加物 没有添加物 至少有添加物 有人物出现了 有人物还有座棋 有没有看到 有 龙柱大概是三阶段 第一个是没有添加物的 阳春的 第二个是开始出现人物 但是人物没有座棋 你去看保安公 那个加进十年的龙柱 是没有座棋 没有交通工具的 第三代的 就是龙柱有人物还有座棋 开始配偶桃啊车 给它放交通工具 这本意义吗 你用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所以 那个 综合广聚工 是没有交通工具的 那个是嘉庆的 嘉庆几年啊 可能嘉庆十六年的 1811年的 而越晚期的 排场越大 排场越大 这是可以很好的龙柱 龙柱好不好 看看它有没有精神 精神表现在 缩喉挺胸 你看喉咙 像它的胸 有没有看到 就是它的喉咙缩起来 胸挺出去 缩喉挺胸 精神饱满 缩喉挺胸 精神饱满 好 这是台湾早期 一柱山 一柱山 双龙抱柱的作品 可能是离后的 这一帮人 来做的 那有些人物 基本上是 慧安石像的风格 等一下我再找给各位 来看一下 好 好 这是石标 我们在淡黄区的部分 看到的 好 我们现在再退回去 如果没有经常 各位拍的就是 不是很干净的画面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就会 你们怎么那么 我拍照 那样按快面的时候 闯路来 我们会修复 修复 修复 清场 退驾 有清场 没清场 差很多吧 那这样大家感情会很好 对不对 如果就是在国外 那就有点伤感情 对不对 因为一辈子可能只去一趟 日本京都 对不对 你就是要拍干净的画面 要抢拍啊 这时候你不要有抢拍心理好不好 随时可以来 今天结束 你在旁边小吃店 吃完面 下午再来拍啊 对不对 别人在高速公路塞车啊 那我们在这里充容的 半日游啊 偷德福生半日游 OK 好 你这有一点距离看 有没有 看这些浓度是很特别的 跟这个玉露 还有尤其是柜台脚 都相当好的 好 把那个单字啊 绳字啊 写出来 好 那这个叫玉露 玉驾清真的玉 好 下面叫做柜台脚 柜台 柜台脚 柜台脚 对对 这个 这个 古迹的ABC 柜台脚 那你一些脸书啊 用这个专业名字 也表现你的那个专业性啊 对不对 今天建坦式的玉露啊 浮雕很精彩 浮雕 浮雕 对对 对 那龙度是那个原雕 厚雕 原雕 翻天覆地龙 双龙暴坐 对对 所以原雕比较花工钱是浮雕呢 好 那在淡黄区都不会 嗯 那在淡黄区都不会 嗯 好 立雕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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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那个 嗯 嗯 这些生理是沟通的 嗯 你听得懂 我听得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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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所终 最有可能就是一些古董文物商 收走 收走 不好意思啊 个人问题11点59分 再问 好吗 好 没有 你们问题好 如果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回答 我就回答 好 不能够回答 不能够 不是属于公共议题 我就 呃 等休息的时候回答 好吧 我也欢迎各位提问 啊 因为我解说一定有我的盲点 你们能打个问号地方 你就随时提出来 好不好 OK 好 那个中间 中间也叫民间 光明而明 三开间的部分是民间 哦 那左右呢是赤间 其次的赤 其次的赤 赤间 哦 在赤间的旁边呢 哦 叫做烧间 哦 哦 树烧是烧 燕儿再灵烧 烧间 哦 大概 哦 这样子哦 就可以很精确哦 讲出所在的位置 哦 哦 哪里最精彩呢 是烧间最精彩 还是民间呢 民间 而且宽都不一样哦 哪边的宽都比较宽呢 民间 哦 哦 赤间其次 哦 烧间 更其次 哦 有分 主从尊卑之分的 哦 宽度 高度有没有分 有 高度 哪边最高 中间 民间最高 哦 哦 左右 赤支 哦 烧间 更其次 所以他有个高度的尊卑秩序 哦 他是很讲究这种哦 尊卑秩序 受到礼教的约束 哦 拍团礼教的时候 哦 一定是我站在中间 对不对 中央舞为准 对不对 然后左右 哦 哦 翻到旁边的都是哦 哦 一些哦 重要人物 好 左右怎么分呢 哦 先跟各位讲哦 这边是中间 这边是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 好 有两个版本哦 哦 我们共同约定的版本 这边是左边 因为你是相侧 你们是客人 我的位置 他是观音廟的话 观音面对 哦 云云众生 以观音来记得 这边是左边 这边 右边 好 其他口诀你们要很清楚 左青龙 右白虎 好 好 左右有分 哦 左青龙 哦 右白虎 哦 哦 所以我们进庙要从哪个门进去呢 龙边进 虎边出来 入龙门 出虎口 哦 左边比较大 还是右边比较大 左边比较大 左边比较大 左尊 右杯 有个尊杯秩序 左边比较大 右边其次 左尊右杯 哦 他比你今天是那个总统 拍谈女招 蔡英文站中间 副总统要在哪里呢 左边 这边 行政院长要在哪里呢 右边 这位置被他搞乱啊 哦 如果苏貞昌跑到左边来的话 苏貞昌就想篡位啊 所以你们如果是比较正式的那个宴席啊 他都排座次啊 主桌 最大的 做大位 然后第二顺位就是 他的左边 他左边 第三号人物是他右边 第四号人物是左边的左边 右边的右边 这样子各位懂得意思吗 一桌十个人 对不对 你要拿捏 如果有排座次就很简单 对号入座 对不对 如果没有排座次 你就拿捏好了 这十个人 你大概排第几 你知道吗 你来得很早 对不对 提早半个小时 我看到位置好 坐下来了 对不对 那就算了很大的机会 尊卑之趣 所以教你们 国民生活虚施 吃饭 还拍摊照 不要随便考位 别人考位 左尊右卑 南卓女佑 所以公狮子母狮子 有分 有分 南卓女佑 重男 情女 现在不会了 而且有点 脚枉过阵 叫什么 大声一点 女生大声一点 老师住入各位三八 妇女学 摆队 老师也回马枪 抱怨一下 有点脚腕过阵 你先撤退 好 那我再继续 屋顶最高 屋顶的水 有没有乱流呢 没有啊 它有铜瓦 然后有水沟 有没有 铜瓦的据点 就是一个圆圆的 圆圆的叫瓦当 那个水流下来 最后的据点是三角形的 叫做滴水 瓦当滴水 各位如果有上过林安泰的话 就可以来复习的 对不对 绿色的 铜瓦前面的 铜瓦前面的 瓦有分两款 一种是圆的铜瓦 另外一种是一般老百姓用的平瓦 平板的瓦 左右好像是 还是铜瓦 铜瓦是靠近所的 钢电用的铜瓦 铜瓦的据点就是瓦当 把瓦挡住的瓦当 然后水的最后的据点 是那个三角形 叫做滴水 瓦当 滴水 好 来 这个叫什么 讲话很大声 我就很满意了 有饱饿 对不对 哇 当滴水 所以各位如果下大雨的时候 排好会形成雨点 还有这个雨点 下大雨的时候 你刚才那个四河运有没有 前后左右四道水远 四水归堂 水代表什么运呢 排运 对我们对水是很慎重来处理的 屋顶的水不让你乱流的 好 屋顶 屋顶就看 我们这是南方式的建筑 南方式的建筑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瞎爱睡 很爱漂亮 所以它基本上就像新凉化妆一样 各位同意吗 新凉化妆 从屋极就开始 最高的地方就是双龙护塔 有没有 有没有 佛教的庙喜欢用塔 它是一个观音庙 最早期是一个观音庙 观音庙 是佛教的庙 塔是佛教的象征 塔最狭义的解释就是 释迦摩尼的设立子 收藏的建筑物 叫做塔 塔是几层的呢 一二三四五 是吗 七层啊 一二三 四五六七 救人一命 圣照七层 浮屠 那浮屠也是塔的 意音 意音 塔是印度文 印度文 印度文的意音 有很多翻译 最早的翻译就是浮屠 浮屠 浮屠 就能一命圣照七级浮屠 塔是收藏 释迦摩尼的设立子 所以塔就是佛的象征 双龙 护塔 这个双龙就是他的保全人员 这种意思吗 来保护佛法身 佛叫做三宝 好 然后下面有些琳琅满目的一些简连 有大象有狮子 还有什么麒麟 还有 这些叫做简连 简连找一些 恐无有力的动物 很有力量的动物 有没有看到大象 什么颜色 白色的 有没有看到老虎 有 有没有看到金拳豹 有 还有 麒麟 麒麟在中间 麒麟在中间 对比麒麟最重要 在中间 旁边是 四狮猛兽 哪四狮呢 虎 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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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我们有一堂课 就是要去走那个 豹 豹 陈老师 还没盘 还没盘 哦 哈哈哈 就褻泄露 褻泄露 他那个蔡老师要讲 那个 他那个用冲 蜂表示 不是一样 不一样 OK 老师 请问你说 他說三天內才能公佈 怕人還不 對啦 我有跟他建議 我說要控管人數 不要失控 今天還好 我第一次來任養 是八十多個人講 哪裡來講 講大稻埕 哇 大稻埕那個街道 車子修 這樣都很麻煩了 我們先打腳一下 你先喝開水 各位自由人 今天的功法是檢連 檢連就是兩個動作 一個檢 一個臉 做出造型 懂得意思嗎 檢連 檢連的將師是跟那個 大龍道保安宮同一個將師的 檢連的將師 包公的叫潘昆帝 潘昆帝 潘昆帝 前年剛剛過世 一位名氣很響亮的一位師父 他身前的宜座 好 上面的 空法是檢連 有動物 還有一個觀音像有沒有看到 還有左右有那個四大天王有沒有看到 四大天王有看到嗎 一二三大天王有一個是國樂團隊有沒有看到 國樂團隊有沒有看到 空缺 dicen 風、條、禹、四 尊",有一頭蛇 尊、超 wildly beers 尊、ceğ、及四 尊、谷、四 尊、 irgendwas,雙、疾、枇是 所以如果你要拍照的話,上面就有文章可以拍了 有什麼意思嗎? 台灣現成最古老屋頂上的簡聯 在屏東心裏有個打鐵天后宮 打鐵天后宮 最近要整修,可能用怪手 推鍋拉錫,能拆掉 還好最近,課委會補助五百萬 讓他們小心地用水稻方式給它切割 然後放在地面上來弄個文物館的陳列 這次就是潘崑碧他們的老師 叫做姚志來,叫做陳天啟 他們的作品在心提、打鐵天后宮 如果有興趣的話 昨天還有一些朋友 屏東心脾 打鐵天后宮 拜媽祖的 他叫做十三年了,一九三八年的作品 到現在已經八十三年了 風吹日曬雨淋 OK,打鐵天后宮 我給你們關鍵字 有興趣的話 也有影線 也有照片 網路聲量很高的 因為 各委會員沒有補助五百萬 那兩萬又打掉 後來出了很多網路的聲量出來 記者也報導 然後改選衣裳 所以這古蹟的保護 也都是觀念問題 你認為是垃圾去色後快 你認為是寶貝花個五百萬 那保存都很值得 真的 如果他能夠挨過一百年之後 成為是一個很好的文物啊 來保存的 好,上面屋頂的部分 好,所以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建築 是人的比例的調整 什麼叫人的比例的調整呢 人有頭 所以廟有 這個建築有屋頂 頭頂 我們的人有身體 所以呢 他有屋身 架心 我們人有腳 所以他有屋頸 屋頸有落差 所以他要用台階來解決 好 我們這邊請開 這邊請開 好 你看那個 煎尖的部分有沒有 有沒有屋頂 有沒有屋身 有沒有屋頸 有沒有屋頸 有沒有看到 你就看起來很尊嚴 回頭看這個也是 有頭、身、腳 照人的比例來做調整 你看起來很尊嚴 頭、身、腳 這是三個部分 也有五個部分的 頭、身、腰、裙、腳 我們在這邊來看 這邊來看 這邊是頭 這邊是身體 這邊是腰 這邊是裙子 這邊是腳 腳 腳很大的 跪台腳 就這個 下面是門檻 照人的比例來調整 所以他有個屋頂 他有個屋身 身體 他有個屋肌 肌腳 一、二、三 一、二、三 人的比例來調整 人的比例這五個部分的話 有頭、身、腰、裙、裙、女孩子 就是啊 裙、櫃、腳、頭、肚 他單位是 頭、肚、身、肚、腰、肚、裙、肚、肚、肚、 達到這裙一擺腳 好 一、二、三、四 五 你看起來很順眼 他這因為我們溝通 所以你ản電 哪天你打個電話給我 欸老實我在那個進坦鼓的時候 看到他那個振身 降薪 發 Judah 那個那個尋度 標得很好 這樣你脑袋有畫面嗎 群堵 这些画面,群堵 群堵竟然是我们人人的眼睛 扫描最热门的地方 等于下课十分钟还会把这些笔记给大家安排 如果现在要做笔记的话你就看吧 要不然这个中国的同音字太多了 读是一个单位的名词,记一个单位 我们中文单位的名词记得分得很清楚 你可以讲一头牛,你可以讲一匹马 那你不能讲一匹牛,一头马 那分得很清楚 单位的这样,那个门一堵门一堵墙 一堵墙 好,这是单位的计量名称 好,现在几点? 十点 十点半 十点二十八分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 十点三十八 继继续讲 好不好 好 好,谢谢 谢谢 帮我弄下 好 各位 我来讲这个木雕的部分 现在是讲石雕,对不对 要讲木雕的部分 木雕是年轻的 不是秦龙的 不是秦龙的 木雕是患难易心 但是工法是传统的工法 传统工法 表现的是传统的一些装具的题材 传统装具材 基本上归类于花跟鸟 回教 花跟鸟 中间的花跟鸟 如果从这边开始来看的话 有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莲花 有看见没有 鹿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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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它的寓意 一支鹿丝搭配莲花 什么寓意呢 一路连花 一路连花 八才的八的鞋印 这些花跟鸟 这是牡丹花的话 这是凤鸟 凤鸟跟牡丹花 作何解释呢? 对 大富大贵 牡丹是百花之王 凤鸟是百鸟之王 大富大贵 凤凰牡丹 继续往这边走 这个腰堵的部分是什么呢? 腰堵还记得吗? 腰堵这边是吃虎团颅 这边是香颅 香颅的盖子 香颅的肚子 香颅的脚 各位同意吗? 吃虎团 这是龙 龙的眼睛在这里 龙的眼睛在这里 画龙点睛 然后尾巴交在一起 交尾 天地交太 香炉 香火 传承 绵延不绝 各位看这个队员 上帝是宝剑 结灰尘 如何重新光大 有没有? 他重新光大 就是重新迁移到大直来 宝剑 宝剑 砍着剑跟坛 有没有? 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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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原来是拜什么呢? 永观音 有没有? 他是一个观音庙 观音庙 后来他们变得更要所以来管理 现在是马祖山 马祖山 马祖山 马祖山就把观音 挤到前面 那做大卫的事情 大卫记得吗? 最重要的是 释迦蒙云 并不许是博坛 博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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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思想毛的取代观音 那些信众师心里不太平衡 那早点就拜观音 你怎么就要包呢? 后来把那观音再请回来 那观音很小尊的 前隆连经的观音是很小尊的 代表它是一个小瓶座的庙 外面变成大瓶座 所以会变成三殿寺的 那现在是三殿寺的 那现在是三殿寺一 沧海、商庭的变化 可以看得出来 OK 好 好 这些其他的花跟鸟 花跟鸟 对 好 那目标精彩的 在深度的部分 深度的部分 还有这哪里 在这些插角 有没有看到 插角 九十度有没有看到 有 九十度插进去 叫做插角 插角 这也是插角 对不对 好 好 然后这边有垂花吊桶 不像奔农一样 有没有 人家每天都是元宵节 奔奔的奔农 垂花 垂花有这种造型 是 一种大整的梅花 那懂的意思吗 可 那懂的意思吗 好 道整的梅花 好 垂花 哦 吊頭 我們要進到大殿裡面去 基於禮貌 我要關麥克風 關麥克風 我會交代兩個年代 一個是嘉慶 嘉慶五年 一八零零年的 一個是道光 道光十年的 一八三零年的工作 還有大正九年 大正九年就是民國九年 三個年代 那這個扁是民國系東名的 有民國 有大正 有道光 有嘉慶 我們來看幾個舊的幕 還跟各位介紹 最早期的觀音 觀音的寶像 那我要把麥克風關掉 我們禁廟 禁廟禮廟禮廟禮廟是跟主人 打個招呼 跟宗教沒有關係 我們不招香 但是禮廟禮廟到人家稍微 自意一下 不一定要正中間 進去稍微打個招呼 讓導演過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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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秉廟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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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有这个是昭和 有没有看到 昭和 昭和庚臣 昭和庚臣就1940年 还有民国 有没有看到 民国九年 民国应该是日本时代 后来给它改为民国 应该是大正九年 在这边有看到四个年代 造秩序是家庆 道光 大正 昭和 就是要印证罗马 不是一天造成的 神像最原始的小尺的观音像 在释迦牟尼佛的前面 有没有看到一尊历像 有没有看到 就是那一尊小小的 是原创物 所以法基会变成这个的观音调 台北有我们老师放的观音调 你可以取出台北哪个两个观音调 ирất三吴meleste如果一直讲不있는 给预完三寺可以吗 代飞佛 .''2形成 lik Morning Who democracy 他 razem flowed applicants com.5字即zan山 hunter. 2011 3一个 船山词 streaming 还有 Nossa 海大爸爸 还在天云寺 板桥天云寺很好 还有吗? 天云寺 圆通寺 圆通寺是拜三宝头的 他上面的十云寺 还有一个观音山 人家那个是观音寺 凌云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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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虎虚云寺 是拜观音的 在那座山 在那座山 就叫观音山 观音寺 观音寺很受汉人的观音 大慈 大悲 救苦 救烂 所以各位 你在这里面要拍的文物的部分 是这些供桌 还有这些柱子 懂这意思吗? 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入庙要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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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度最高在这个片花板 这个没有天花板 这个没有天花板 直接露出 这个 这个是 一个地底天花板 没有用盯子 用斗狗 一层一层出飘 做出来一个 就是 蜘蛛网 台湾的匠师叫做 蜘蛛结网 或两个字 结网 两个字 懂的意思吗? 这是所有 大木匠师 最有挑战性的一个作品 海北有哪几座庙 有蜘蛛结网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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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王的,在望豪龍山寺,青山宮,貴陽街,青山宮有,板橋接雲寺,還有中和福和宮, 廣經宮還沒有,符合宮,中和,也是陳毅斌的,陳毅斌是一位大師, 這叫知诸傑瓦。 這個空間是最神聖的空間, 最神聖的空間, 這邊主要是做法會的一個空間, 所以他在這裡用一個技巧, 把柱子,柱子應該的位置, 應該在這邊一根柱子, 內縮, 他把這邊的柱子內縮,推到那邊, 所以那個節奏,等於那邊比較緊湊對不對? 他用一種移柱法, 讓這個空間比較匡廣,便於活動。 然後用一種移柱法, 移柱法,那這四根柱子就集中在一起了。 這四根柱子有個專有名詞, 四點金柱, 點石成金, 黃金的金,點明的點, 四點金柱。 四點金柱的位置是最神聖的空間, 一般這個四根柱子大概廟方會圍起來, 不讓一般人進去。 只有指示人員他要送金, 他要擦香, 獻花獻果, 他可以進去。 這四根柱子, 四點金柱。 對聯寫的是會見斬邪魔, 真誠菩薩。 佛教講個唯心論, 我們斷一些妄念,妄想, 就可以成佛,成菩薩。 邪魔都是我們的一些妄想。 那些妄想。 建坦佛祖, 佛祖是講釋迦還是講觀音呢? 觀音也是佛祖啊。 佛教講眾生平等, 但是神明有位階的啊。 什麼意思呢? 出家人得道高僧才叫和尚啊。 不是一般出家人得道和尚啊, 心雲才能叫和尚啊。 心雲大師, 一般叫法師, 一般叫師父。 和尚是得道高僧。 和尚十八個和尚, 十八羅漢。 位階更高就是菩薩。 菩薩有很多, 你們可以提出三個菩薩嗎? 文殊, 菩學, 觀音菩薩。 菩薩更高就是佛。 佛有廣義的佛就是釋迦牟尼佛。 廣義的佛就是釋迦牟尼佛。 廣義的佛就有很多了。 廣義的佛有什麼佛呢? 都可以取出來嗎? 彌勒佛。 藥師佛。 還有呢? 琉璃。 琉璃藥師佛。 如來佛。 釋迦如來佛。 好。 你我都可以成佛。 立地成佛。 放下獨當立地成佛。 OK,好。 這是一個很親民的神聖的空間。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長須指路, 跟神明面對面。 拍照。 拍照我們的發心最重要。 所以我們來做個影像紀錄保存的方式。 好。 好。 這是最重要的空間。 最神聖的空間。 有這個持出覺悟。 有四點金柱。 有開機的關心的立下。 還有家庭的共桌。 是後面的敏堂。 鄉哥。 上下下啊。 兵堂而鐸。 頂部啦。 下部有沒有。 兵堂而鐸。 然後偏墊。 這是正墊。 沒有偏墊。 陪似的。 哪一邊哪一邊? 左右兩邊嗎? 上面那個, 最方桌了,這兵堂。 那上面是神灘。 小墓堆最精致的是在神灘的位置。 神灘的位置。 那寫天宫主要叫A刀 对 下座 好 现在十点五十八分 我先宣布休息十分钟 十一点零八分 再继续第三堂课 好 那这段时间你就可以来消化吸收一下 有名字 我找不到笔 现在找到笔了 四点金座 还有那个早井有没有 蜘蛛结枉 或者直接写两个字 结枉 两块意思 结枉 那个叉甲就是九十度 叉进去叉甲 这是台湾的匠师 你去网站上可以很多人写 确定 你搞不清楚他指哪里 确定 学院派的想确定 港湾人直接写叉甲 透雕 等会讲那个透雕 圆光的位置 圆光在通梁跟随他通谁 我刚才讲垂花吊桶 你记得吗 吊桶 垂花 扫垂的棉花 还有师座瓜桶 这些都是木雕 你要锁定拍照的构建 就是这些零组建 这些木雕的师傅 经常在 木雕的师傅经常在这边 表现他的降义 最好的木雕就是看这些地方 难度最高的就是 找紧的位置 OK 好 首先回头看这一个 这边没有 这就是瓜桶 所以我讲的瓜桶 这个 他的瓜像南瓜造型 这是陈毅宾那派喜欢用的南瓜 南瓜又叫金花多金 南瓜多男子 这个通梁 通梁下面有个圆光 我讲的圆光就是这个 跟随这个通梁下面有通水 追随他 那瓜桶很神圣 在下面他做个包金彩绘 这个造型就是一个手帕 有没有 垫着一个手帕 就像我们那个钻石有个 熔布盒有没有一样 就是包金彩绘 我现在再写包金 包就是馒头包子那个包 毛金的金 包金彩绘 然后这个瓜桶 比较讲究的是这种 比较讲究的是这种 狮子有没有看到 狮座 狮座也可以做像的造型 基本上就是那种 恐怖有力的古报之像 好 我现在讲这三个 第一个来复习一遍 这个叫什么 花桶 这个叫什么 狮座 这个呢 像座 也可以 只要跟你沟通就好了 或者狮子造型的 大象造型的狮座 那基本上这个狮座 有了古报之像 它不会找一个小白兔 来这边 因为它要扛上面的力量 扛上面的力量 OK 好 那这一篇就是 目雕的精华所在 其实这段也是讲给那个 张导 张导的记录 你时间有限的话 就锁定这些来雕 那这些雕的是什么 这都是这种圆雕 前后左右都雕 对不对 前后左右上下都雕 一个立体雕 那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透雕 特别写出来 这是透雕 有看到 穿透的透雕 透雕 台湾的叫做 来与我修 内之外业 好 这样就是 你们的作品 写在脸书上 健康主事的 这个 这个 深度的部分 做 台湾的 很专业 对不对 OK 好 那现在还有多少时间 还要还有 十八分钟 我们介绍 高档的石标 在这边 高档的石标 不在这个现场 好 他原来是有三殿 全中后三殿 可是这个 搬亲过来 这个基地不足 使人取三分之一 只有三分之二的部分 他就没有组装在一起 所以有些好东西 他舍不得丢掉 预计好也没有 变卖给文物商 他就帮这个文物收藏 户外的文物 很式的空间 这懂得意思吗 那这样做不是最好 最好应该是有 知风避雨的 因为风吹日晒雨淋 是会造成它风化作用 比较强烈的 好 那这些石标 都是李阔嘴为主的 这些匠师 那这个啊 这是麒麟 有没有 回首席 这原来是群堵的位置 群堵 你可以想象吗 头 身 腰 群 脚 这在群堵的位置 好 我们可以 看一遍 先分 反响 他的 他 原而此胜 很好 此胜不背 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还有他有个整体的感觉 他可能是这个部位 不完整 他知道一个左 应该一个左边一个右边 好 他只剩一个单片 的话就没办法了 好 然后呢 这边有 有这个窗 这个窗 应该在深谷的位置 好 窗 他做到一个很受欢迎的造型 什么 什么造型 这就是打开的书卷 你们看转折 你们看到 打开的书卷做何解释呢 开卷 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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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中间有这个最热门的植物 最受中国人欢迎是什么植物呢 竹子 竹子会什么 他会演响一些吉祥的高峰亮节 还有呢 节节高深 节节高深 还有呢 竹抱平安 竹抱平安 还有呢 竹笋炒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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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 圓圓的門印 門印是天官四伏 家官進訣 應該是家官 看手上拿的 這個是香爐還是訣 這些的 然後這個連帶的這邊有 看看這個連帶 道光啊 道光甲午 甲午戰爭 改變中國的命運 甲午五年是1840年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1884之前的六十年 對 六十年以甲子嘛 是光去甲午年的前面六十年 1824年 1824就是道光四年 跟你面的共作 同一個連帶 不是 相近的連帶 相近的連帶 所以這連帶是很清楚的 這根柱子的尺寸代表當時的坪數 這個柱子很高嗎 不會很高 多高的柱子才有多大坪數的建築 懂的意思嗎 所以原來在道光四年 還是一個小坪數的 然後這個左右的窗 應該是一個對場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窗號左右的造型不一樣 竹子大同小異 對不對 可是這邊有人物 沒有人物 這邊有人物 各位看到沒有 上面 這邊還有寫一些字有沒有看到 寫什麼字呢 一二三 這是壽 左右呢 福祿壽 這邊有嗎 沒有 這邊可能是兩個 兩個窗的架式來拼盅 拼盅 一個是楊麗花 一個是明華園 兩個 拼盅 好 那這可能就是你過程 因為我在那個 那個臨州署也有看到這個 在蘇宣族學上出現 八千人物出來 好 這些都是很棒的 如果你有興趣拍的話 哇 這邊都是很棒的 那邊是青龍對不對 這邊左青龍右白虎 那這會是誰來打老虎呢 武松 這個造型就是武松的造型 武松有鮪魚肚有沒有看到 哦 武松打火 對不對 那這邊還有一些人物啊 這個三段式 這是一個劇情 這是一個劇情 三段式做那個透雕 透雕沒有像剛才做那麼繁複 石頭的透雕是不容易做的 好 各位 這邊都可以 你去律賓 你知道嗎 一張一張拍 哦 而且都是 老的 手工的 高檔的貨色 只是給它邊緣化了 對不對 我們這邊還它一個公道 這是高檔的文物 哦 高檔的 好 文物 請跟老師保持一個守備的距離 不是要保持回房 現在要靠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有一個柱 好 這裡有一個柱 就停下那個火錶 真滿美的 好 我私下回答你 好 各位 好 顏色上在我 在我後面 這個龍柱 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第二對龍柱 對不對 這龍柱跟剛才看到的第一對龍柱 有什麼差別呢 只有一條龍 只有一條龍 單柱單龍 這等於什麼 單柱單龍 哦 哦 就一條龍 但是幫助雙龍 雙龍到處 對不對 哦 哦 好不好 看有沒有精神 有沒有看到 桌火挺胸 它力量要抓 抓那個豬子有沒有 豬是權力的象徵 哦 那裡面 有沒有加很多料呢 有啊 有啊 有家人物有沒有坐騎呢 因為坐騎 可能都是在大政人間的 那這個空的是怎麼知道 它接那個圓光的 有沒有個圓光嗎 接的那個通水 上面接通涼 通涼下面接通水的 它用筍接的方式來完成 這是一整塊的石頭 來打造出來的 哦 厲害 啊 非常厲害 好 有沒有分降龍 一條生龍 好 有分降龍跟生龍 它是降龍 天降下來的 降龍式的 要有個頭在上面 一個生龍式的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降龍 很少生龍 你要看生龍式的 在蒙甲祖師廟 有生龍式的 比較少見 好 這個有人物有沒有交通工具呢 有啊 有交通工具 那邊也有啊 那邊也有啊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根據這個來做判斷的話 當然就是它 日本日治時期開始出現了 正常這是一個蚯魚 好 奪戰茅頭 謝謝 好到這邊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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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等九分鐘好不好 我會準時下課 你就可以變成一個自由的人了 好 在這邊要介紹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門命的建築構件 就什麼 就這個 這兩個叫做報古石 有沒有像古後樂隊一樣 它是一個龍的造型的一種 龍是神龍變化物 其中龍生九者老藥 叫焦毒是這種造型 它很神聖 所以有個卵精 有沒有看到卵精 這是卵精 有蛇痕 有沒有看到 好 然後它有法律 法律是元珠 有沒有看到 元珠是神珠 權力的象徵 齐在這個基座上面 我講的四個構建 一是龍 二是神珠 三是卵精 下面是基座 基座不留 還有人物或花鳥的雕刻 這東西是嗎 好 這是叫做報古石 一個門面的象徵 法案公這邊就取代用石獅子作為象徵 石獅子 石獅子做什麼呢 一個是祥獅賢銳 第二個呢 石獅子是正煞必邪 它是龍 所以它有正煞必邪 這象徵的意義 我那個籃筆是哪個 好我等一下寫 我等一下寫 好這第一點 第二點它是陳映斌的作品 陳映斌它有個註冊商標 就是這種 這一種 這種 吃虎 吃虎拱 吃虎拱 然後它給它拿來做文物陳列 那比它講究它加個屋頂 放的位置是象徵性的 放在屋子 OK 我們就進來看 你叫吃虎拱 先找眼睛 你們看眼睛 你們要到我的後面 你在前面看不到眼睛的 這個眼睛看到沒有 眼睛、鼻子、嘴巴、頭 它的胸、尾巴 這個眼睛看前面 這個眼睛看哪裏 眼睛看後面 左顧右看 然後這個梁上面還有一些雕刻 有沒有看到 在講究的 雕刻的很好 有石雕 有木雕 有簡簾 有彩繪 前面清堂 好 好 這些柱子都是好東西 有有沒有看到 天恩 家庭 有沒有看到 有 那個啊 家庭,更生 就家庭 五年 1800年 那这什么村呢? 什么村? 原来是楼上楼下 现在变左灵右舍 这是孟子的孟 孔子孟子 把那个子拿下来 变成左灵右舍 原来是楼上楼下 孟村 一个季节有三个月 孟种季 孟村 仲村 季村 夏天呢 有孟下 有仲下 有季下 莎士比亚 有个仲下 也是梦 有没有? 仲下 这是哪个族群来出钱的呢? 这边有 1800年是什么? 浸水 浸水就是最会做生意的浸江人 浸江 浸跟水是 地域是不通的 所以淡水称为淡江 淡江 水跟浆是不通的 好 那这边他讲的是 慈云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观音 观音 他还拜什么? 他还拜道教的 来来看看 南海是观音 对不对? 守御 好 这个 在我的照片里面 看见他的关键是 他也拜道教的什么? 生什么? 生儿 还有什么? 生女 还有什么? 鸡酒 新香 那拜什么呢? 助生娘娘 你要生男育女 要求助生娘娘 助生娘娘 希望顺产 顺产 以先后医学不发达 所以呢 生小孩对母亲来讲 是一种 一种考验 所以我们的生日叫做 母难日 对不对? 母子均安 那是 是可以谢天谢地的 好 如果 生下来了 那就可以敬母 敬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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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老一辈 我妈妈那一辈就是 这个 生的贵 尿娘 加小香 尿酥 尿酥 四备棒 四备棒 四备棒叫棺材 四备棒 所以母亲 我们的生日 应该要好好谢谢 而且我这个名字 没有产前景 她会最不晓得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坛事 你有拜观音 你有拜的吗? 祝神娘娘 或者不是祝神娘娘 或者不是祝神娘娘 有可能是灵水夫人 灵水夫人 是睡惨的 天常常难惨 拜 OK 在这边 这边两分钟 最后两分钟 好 她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拜什么呢? 三神 三月神灵 席之百路 拜三月 拜三神的 拜 拜三神的 拜土地公的 各种意思吗? OK 好 好 这边都是很好的 一手的 资料 不同的年代 有家庆 高光 家庆 高光 高光 最好啊 这应该是在哪个位置 这位置应该是在腰骨的位置 要 再同一张 腰骨 差不多是在腰骨的位置 好 还有一些 断圆成敌 可以了 好 好 金掌 金掌 关键人物来了 谁 吴贤人物重修 大正 那些 恶脸 大人才那些重修 他主导了 所以一直到现在 还是孤家来护持的 孤政府 2001政府 孤政府 孤政府 是 孤重量 第三代 他们来的 但是最近 有闹一些社会新闻 就是 庙里面信徒 有些庙产的 一个经费 账目不清 所以 那些社会新闻 也跟国家有关心的 好 就是 我们今天 一个入门班 对不对 我讲的是 比较清闲的 有这样一些单字 现在有助于各位 看得懂这种面 再去看万豪龙三世 你就可以跟他对话 这样是要表现什么 这样是表现的精华在哪边 好 十一点半 宣布下课 好吧 谢谢各位 好 要自己拍照 自己拍 有问题 来提问 好 我先把社交给大家拍照 好 好 好 要跟老师喝哨的 请挂 好 好 好 我看一下 那里 有桌子 桌子 那里有桌子 好 有桌子 有桌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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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东西 我去 来 车子 髓子 我去 也不走 是 我要去 我去 锅子 我去 带里 的 1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